香港金門高峰會那班外資的高層金門界的高層 當然有特權零加三即使利和馬都可以包房去餐廳吃東西 你確診總超不需要隔離不需要出高彎可以選擇乘司人飛機離開 這些擺在這裏就是大細超 但是盧聰貿記會笑被記者問是否大細超 這些不算大細超我們因應不同的項目有不同的政策 那就是大細超 普通的香港市民或者其他人來到香港就要零加三 確診了就要隔離 他們不可以選擇乘司人飛機離開那就是大細超 香港這班官不是做事他們問我 關於語言藝術 其實你不是說大家拜託體諒我們想吸引那些外國資金來 搞金融高分會他肯來也算好了 他未必肯投資但他先來了 難道我們要遮掌措施嚇走他不來嗎 你知道我們上面動態精靈愛人感放寬了未必特權他 希望市民體諒要是坦白一點 你不是說這些不是叫大細超 那不是叫大細超叫什麼呢 盧聰貿我想請問 好像這班官這個這樣的 這個這樣的黃偉倫副司長 他更好的財政司副司長 就說這些簡約公屋 不要跟傳統公屋比較 雖然我知道簡約公屋其實就不是公屋 只不過是臨時房屋 過度性房屋中轉屋 你就改個名字 新平舊手又當新政策 既然不要跟傳統公屋去比較 那為什麼要用公屋這兩個字呢 是不是政府帶頭誤導市民呢 總之給劏房好就可以了 就是平時就吃開這個 就是一塊糞便 現在吃半塊糞便 就是黃恩好黨 不是這樣的思維 還有那些酸肉咸 就說香港人才 就是有這個 就是他移民 不過不是全部都是他移民的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死口都不認 是什麼原因 別人是移民就移民 是不是 麻煩你整個討論數字 你證明有多少不是他移民 流失了14萬里政府說勞動人口在這兩年 是比過往多很多 其實是大家 你知我知大家心知肚明 你是死不認巢有什麼意思呢 又說到那些什麼國際環境因素 不要說什麼國際環境因素了 最主要為什麼香港市民走 就是這幫官無論他之餘不夠包容 好像別人專資畫一些漫畫 這裡又強烈關注 然後你這樣的孫若涵 又在這裡說別人自以為幽默損害香港人像 就是這些言論不夠包容市民就走 其實你越說這些東西就越說客 好像李家超說 你有權表達我們部門都可以跟你說 那些人就走 因為別人專資無權 別人的政治諷刺漫畫是一塊鏡這樣 讓你監察自己 照下鏡 你不照鏡之餘就可以罵別人 你有權別人沒權不能直接比較 就是你這種態度的人就走 政治氛圍的問題 然後你那些人是誰真是他做事呢 你孫若涵最厲害就是這樣 在寫篇文在facebook就罵專子 其實這些完全是無無謂的 還有一個叫做卓永興 香港人就彈出彈入 我們知道那為什麼這兩年彈出的特別多呢 有沒有想過原因呢 其實你知道的 為什麼正面他承認呢 李家超還好笑 還覺得自己是少女殺手 你當年的少女變成大媽了 你現在是大媽殺手了不是少女殺手了 香港有美貌和智慧 去搶企業吸引人才 你要走到她面前跟她說 我好漂亮的 你過來吧 你當香港是什麼 站街嗎 在那些在荃灣深水埗 在廟街在唐樓區下面 看到那些男人 趴眉龍眼 吃不吃 吃不吃 我好漂亮的 你看 不要以為我是大媽殺了三個 和孫子都有 我好漂亮的 服務好 你上來吧 香港以前就算你用這些來比較 是夜總會來的 大富豪中國城 只要一個招牌 那些燈那些光是著著 那些人就自然她會過來 你不用現在這麼犯賤 要走到別人的面前 我好漂亮的 你過來吧 即是很漂亮的 那些人就上我吧 真的和不知什麼 李家超那個佬 就專門想這些東西 講公務員又是 男女的結合呢 早點去說定 即是那些規則是怎樣 不要他表作成他會賽意 到時分手才不好 即是李家超 你不如你當你自己KOL 是鄧炳強 是演員 你去電台做這個主持人就算 不是做特首 你見到香港很奇怪 那些官員不是打嘴炮 那些東西是否答白 即是整個香港政府 李家超 因為以為個個搞 動動笑 鄧炳強就問高哲心 我演戲好不好 這裡砍人 你演戲好不好 他關什麼事 卓永興 孫玉咸 然後林世雄 黃偉倫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就像傳染病一樣 每個人都是盧寵茂那些 是用把口來做事 但是有什麼實績呢 好像卓永興在那裡逛街 在那裡拍攝市 是的 但是繼續報紙拍到 這裡有老市樂園 黃大仙 大城街市又是這樣 大埔大園村 還有屯門那個蝴蝶村 說那些老鼠 說你限聚令 幾十隻老鼠光天化日 又在那裡打架 開派對 喂 香港的衛生 不是你說自己改善了就改善了 是要看傳媒市民收不收貨 而見到這班官 全部 最多上新聞的 就說一些奇形怪狀的言論 實際上的公職政績在這三個多月 佛善捉塵 就好像香港 之前IATA兩次都說了 香港已經失去了 這個國際航空的樞紐的中心地位 林世雄還說不是 我們還有這個地位 香港的航空還好 還有很多優勢系 以前 現在去到機場的急舖 就算每天六千個是離境的 有多少六千 四位數六千 你想怎樣 然後五十幾萬 那些客運量 新加坡一個月七百七十萬 你五十幾萬 日本一致遊行 說全日康十一月十二月一月的機票 是多了幾倍的那些銷售 香港呢 不是你就是我們很多優勢 那些人會回來 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林世雄這樣吹 沒有用的 要看成績以結果為目標 是李家超你自己說的 不是我們說的 你沒有結果沒有達標 就不要跟我吹這些水 我就只要當你吹水不滑嘴 林世雄也是 上一次被立法院議員問 那南亞海難 其實十年了 是不是要給一些交代呢 你叫那些家屬向前往 就是一些這麼冷血 不會叫做張心比己 然後到你自己說飯 就好像風水路 十年八年 香港一向有這些優勢 我又知道有了 李家超都這樣說了 就正等於說煮食 那一碟菜現在很難吃很不行 那些客人不斷投訴 你就說不是原材料很漂亮的 那些牛扒 由日本 香港運運A5和牛 說那些菜在香港有機的農場 新鮮即日摘下來 很漂亮的材料 現在不是材料問題 不是原本香港有什麼優勢 或者什麼DNA 是廚師不行的 這麼漂亮的材料被租賊 人們不斷走 生意不斷去新加坡 那廚師是誰 就是特區政府 那你要說廚師問題 你就跟我說材料很漂亮 狗不答白 你不正視問題 那些東西怎麼會有改善呢